裁员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有的部门可以说是裁了60% 大家好 我在元旦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把护照办完了 其实这应该本来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 在当天的话 我接到了一个消息 让我的心情其实变得很不好 可以说比较糟糕吧 我在1月1号发的视频当中 已经说了 公司可能不会再裁员了 其实这都是基于我自己的一个判断 因为公司的话 已经停了三年了嘛 现在的话国家刚刚开放 然后也不会有各种风控了 所以说我认为 这个公司应该不会再裁员了 但是呢 在元旦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公司开始大规模的裁员了 虽然这次裁员的话 没有我 但是呢 我也感到非常的伤心 因为 跟我在一起工作这 很多年的同事 也都被裁员了 然后心里头 其实我也比较难过 我一直以为这个开放以后 整个大环境会变得比较好 但是可能是我比较乐观嘛 现在看来的话 可能形势还是比较严峻 先说说这次裁员嘛 公司在整个东北的话 应该有20人左右 然后呢 经过这次裁员以后 基本上只剩10个了 裁员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有的部门可以说是裁了60% 然后大多数部门的话 应该是裁员50%左右 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在上次裁员以后的话 我的工作有了一些变动 我现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部门 已经不属于东北了 已经属于这个北京了 所以说呢 这次裁员可能还比较侥幸 逃过来这一次裁员 但是任何事都不好说 在下个季度 我不知道公司 他还会不会有相应的动作 如果业绩还是没有什么增长的话 可能还会再有裁员 然后这次公司还是比较果断的 所有的人当天就离职 然后有很多人也就5分钟吧 就谈完了具体的赔偿 然后就5分钟之内就离职了 有的同事已经开始在找工作了 据同事反应来说的话 很多的公司现在都没有招人的计划 在我那些里头一直觉得2023年可能会好一点 但现实给我无情形打击了 可能在2023年经济还是可能会下行 然后经过这次大产员的话 我的心态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以前可能是按年来过 然后现在开始的话可能只能是按季度来过了 弄不好的话可能下个季度我也被裁员了 不知道各位现在所属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只有我们公司是这样 或者是只有我们这个行业是这样 或者是只有我们国家是这样 或者是说整个全球都是这样 希望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看看大家是不是所处的环境都是一样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吧 大家再见